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成partial f partial x 再加上 j partial f partial y 再加上 k partial f partial z 这是gradient 那gradient的我说过 它的大小就是这些平方和再开平方根 那么它的方向呢 就是f有最大的空间变化率 最大空间变化率的那个方向 而且它是由小的值往大的值的方向 要记住这个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 第二个向量微分 那我们讲的是divergence 散度 一个向量的散度 那么我们首先看 在这个空间 比如说我们这个空间呢 有某一种向量的分布 这个向量呢 我们就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就是a向量 有一个a向量的分布 它在这个空间呢 处处都有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呢 画一个 我们在空间里面画一个 这么个体积基数 体积基数 这是在迪卡尔坐标里面画的 迪卡尔坐标里面画的 那现在我们假定说 好 有一个向量a分布在这个空间 那么我们就说 在这个小体积基数 叫做dta 它的正当中 那么这个向量的值呢 是a 向量a 向量a 那么我们这个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画三个坐标轴 那我们随便 另哪一个是 x轴 哪一个是y轴 哪一个z轴 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另 这个叫做 x轴 这个是y轴 这个是z轴 你另这个是x轴 这个y轴 这个z轴 也可以 但是你可不可以 另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 这个是z轴 可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是什么坐标系啊 右手坐标系 右手坐标系 OK 很好 你们都 这个 都很清楚 很好 现在这个向量a 它有一些特性 我们先做一个前提的 一个描述 向量a 因为空间里面都有分布啊 那我们就假设 朝每一个轴的正方向 a的大小都是变大的 朝负方向呢 是变小的 知道吧 朝正方向 这个a的大小越来越大 朝负方向 a的大小越来越小 那第二点就是a 始终是偏向这一边 就跟歪轴来讲 它始终偏向这一边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向量 我们现在要看 它从这六个面里头 这一个有六个面 这六个面里头 钻出来的 总通量是多少 就是a的通量 向那a的通量 那我们就一个面一个面来算 一个面一个面来算 那六个面的通量都算出来以后 那我们就把这六个面的通量 加起来就是总通量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从右边这个面 右边这个面 它的通量 D5R R就是right hand side 右手边的这个面 它的flux等于什么呢 我们昨天有给flux定义过 就是a的向量 DAR DAR就是右边这个表面 它的面积向量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简单的写 因为a.DAR 它是等于a的大小 乘DAR的大小 乘上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弦函数 也就是说 这个假如它的夹角是theta的话呢 我们可以写成cosintheta D5R DAR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a 因为它现在dAR是朝这一边呢 它就是变成什么 a的x分量 我们可以写成a的x分量 乘上dAR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写成a的 应该是写成在右手边 a ax乘上dAR 不过这个ax 应该写成什么呢 这个面上面的 这个面上面的 我们应该是写成a 我写成ax好了 r好了 ax 因为ax表示什么 是a在这一点的分量 它是代表这个 这个是ax 这个是ax 但是我们现在的ax在这里 是这个地方的a 所以这个地方的a 这个是ax 这个是ax 在这个面上的分量 应该是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axr 在这边是ax 到这里呢 我们刚才是说 它的大小 朝每一个轴的正方向 是变大还是变小 变大 好 在这里是 中间是ax 跑到这个地方来呢 它就变了 它就不是ax了 它应比ax大 大多少呢 那我们假如我知道 那我们假如我知道ax 随着坐标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的话 那就说 我假如知道 partialax over partialx 我知道这个值 我x方向 每走一公尺 它就增加多少 假如我知道这个 好 那从当中到这里 假定这个 这个值 每一个 这边是dx 长度 那么y轴 这个就是dy z轴 这个就是dz 正当中是ax 它朝这个方向 有一个变化率 是这个空间变化率 从正当中到这里 总共有多长 这个长度是dx 从这里到这里 多长 多长 一半是多长 二分之dx 对不对 是不是二分之dx 好 那这个就是 在右手边 这个面上面 a的x分量 好 dar是什么呢 dar就是这个面积 那它就是等于 这个长度 乘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dy 这个长度是dz 所以它就是dy 乘dz 好 右手边的flux 等于这个 懂不懂 很简单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左边 lef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 它就是a dot da left hand side 那么它就是等于a 等等这里要加一个负号 a x left d a l 为什么加负号啊 为什么加负号啊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是a x cos theta a x cos theta 现在的a 是朝这一边 而这个da left 朝这一边 这个角度是 大过90度 对不对 cos大过90度的角 是等于负的 对不对 是不是负的 所以是负的 好 这个值 好 那我们再依照这个 它是负的 a x l 当中是a x 越朝x的负方向 a x是变大还是变小啊 变小啊 那就小多少呢 那我们就看 a x 随着x的变化是多少 好 那总共有多长呢 这个也是 二分之 d x 好 那右边的 它是 dy dz 大小还是这个 不过它的方向是朝这一边 所以我们这里才有个负号 好 那我们说 这个是左 左边 右边这个面 这个左边这个面 那么左右这一对的flux d phi r l 它就是等于d phi r 加上d phi l 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呀 你看第一项 a x dy d z 负 a x dy d z 消掉了 对不对 没有了 那这两项呢 大小都一样 这个正这个负 不过负负变成正 两倍 两倍正好这个就是变成d x 所以这个就变成 partial a x partial x 然后d x dy d z 好 d x dy d z 正好是什么东西 这个体积 基数的体积 好 那这个就等于 那这个地方的d x 就等于d x dy d z 好 左右我们有了 那上下 前后 应该跟这个 差不了多少 你看左右是 是x轴 左右x轴 那么 上下是什么 是y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现在的d flux total 因为每一个方向的 都是d 都是这个 可以提出来 那么 左右的就是partial x partial partial a x over partial x 然后上下的就是partial a y partial y 前后的是partial a z over partial z 成上 d total 有没有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量 这个括弧里头这个量啊 它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就说 假如我们把这个operator l operator 跟向量a 做一个内积的话 做内积 那按照向量内积呢 它不就是等于 等于i partial partial x 加上j partial over partial y 再加上k partial over partial z dot 向量a 它的向量 我们写成分量 在迪卡尔坐标 它就是等于这个 这两个 dot以后 dot以后变什么 就是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对不对 好 它不就等于 partial 作用在ax上面 over partial x 再加上 partial ay over partial y 再partial az over partial z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称为 a 的 散度 为什么叫 a的散度 我们现在还不明白 我们只是说 这个名称叫做 divergence of vector a 叫a的散度 这个要记住 然后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我们就得 dflux total total 它是等于 divergence of a 成上 ditor divergence ditor dified total 等于这个 dified total 就是从封闭面里头 就是从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 总 通量 等于什么 我们说 根据 根据这个 flux的定义 根据这个 totalflux的定义 那它就等于 从这个面里头 就是flux 乘上 da 其实它就等于 flux 等于a dot da a dot da 积分 等于这个东西 当然你现在这个积分 这是很小很小的体积 我们现在只是画这么个体积 并不是一个大体积 从这个大体积里头 钻出来的 total flux 是等于这个 于是 我们就 说这个 跟这个 相等 因为这两个一样 所以我们就有 a dot da 要等于 等于这个 记住 我们现在这个 还是很小的一个 还是很小的一个 体积 体积 基数 假如说 我是对某一个大体积来看 大的体积 这只是大体积里头的一个小小的体积 基数 我有个好大的一个体积 包在 好大一个面 包在这个外面 包在这个外面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我们说这个就是 小小体积的这个面 这个面 好 我们现在写这样子 全部的这个体积 我现在的体积不止这么小 这个第一套是指这个里头的第一套 这个里头的第一套 OK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换成一个大套 好 大套它就等于 这边也要积分 那这个就是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对这个 大体积来讲 我们这个 这个大体积好了 这个就是大的面 我们写面 这边写面 面就是说 我对某一个大的S 这个呢 就是这个小的S 好 也就是说 我现在有个大的面 S 本来我这个只是小小的 只是小小的面 S在这里 我现在换成一个大的面 大的面里头所包的体积是大套 于是这个就是一个很 很著名的定理 叫做Divergence Theorem Divergence Theorem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Divergence Theorem 叫闪度定理 闪度定理 闪度定理 它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这个是向量A的面积分 它是封闭面的积分 我们加一个这个圈圈 就代表这个积分 如果这是面的话呢 这就是面积分的封闭面积分 这是封闭面积分 OK 那这个呢 就是Divergence Theorem A的闪度的体积分 可以把面积分变体积分 或者体积分变成面积分 但是你要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Tor跟这个S 不能够 FORMA牛不相干 这两个关系密切 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这个S 是这个体积Tor的表面 如果看这个表面的话呢 这个表面所包的体积就是Tor 你不能够说 我在这里找一个面 S 然后我这里又找一个体积Tor 这个面积分等于这个体积分 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乱来 就是这两个要 要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就是Divergence Theorem 这个以后一天到晚用的 一天到晚用的 要记住 OK 要记住 Divergence Theorem 好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 你这里要记的几个东西 一定要 要注意 这个式子 要记住 将来要用 一定要用得到 然后这个要用得到 这个要记住 好 再来我们就看 什么叫做Divergence 搞得现在我们 说这个是Divergence 它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什么东西啊 现在还不知道 对不对 它的特性我们还不知道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Divergence 因为这个是中间的AX嘛 朝这边越来越大 对不对 朝这边越来越大 到了这个边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就说 假如我知道 从那里 这里到那边 这个方向 每 增加一个DX 它的AX就增加一个DX 就能单位长度增加这么多 现在从这里到那里有多长啊 二分之DX长啊 所以说那个A的出发点 是那个核子的中心 对啊 我刚刚就说过在中间啊 嗯 嗯 怎样 A是会一直变得这样 啊 A是会一直变得这样 你前提有没有听到 刚刚我讲前提啊 A有什么前提啊 A的大小 往XY的正方向都是怎么样 变大的 对不对 往复方向是变小的 有没有讲过啊 有 我有没有讲过 A一定是像这边偏啊 有 有 耳朵要注意啊 要注意听哦 要注意听 不要再听到 一边听我的课 一边在想女朋友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什么叫Divergence 好 假如我们把这个 这个是对大体积积分呢 就是说这个里头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项量 这样的一个体积 好多好多累积起来 就变成这个 假如我现在 把这个体积啊 让它缩小 缩成无限小 我们现在 另 套 缩小 是 低套 无限小 低套的意思 我讲过了 就是 小得不得了 你说它有多小 它明天讲得还要小 那这个S呢 也缩小啊 比如说我们缩小 小的就剩下一个 就是这个 小的就剩下这个 我这个当然画得很大 其实它是一个点 那么 这个时候啊 这个就变成一个 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啊 很小很小的东西 好 那如果说 你这个变成无限小 那这个就成低套就好了 它不要积分了 它积分就是要 全部都积 好 变成无限小的话呢 那么 Divergent Theorem 的这一边呢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不要积分了 那右边呢 那就是 A Dot D A 这个是 很小很小 这是一个体积基数了 这个也是很小很小 其实这个就是很小很小 那我们就可以把 Divergent A 把它写成 Limit Tall Approaches Zero Tall Approaches Zero 那就是 这个Tall Approaches Zero 就是低套 对不对 Tall Approaches Zero 是不是就是低套 分支 这个 我们写一下 这个就是 把低套包住的这个 Divergent A 等于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在空间 找到一个小小的体积 好小好小好小 我现在放大是这么大了 实际上是这么小一点 看起来就像一个点 不过这个里头 有向量A 从它的表面 钻出来 这里头就有向量A 从这个表面钻出来 这就是向量A的Flux 向量A的Flux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的总通量 被这个小小的面体积来除 就是单位体积的通量 单位体积的总通量 就称为 Divergent A 你可以想象到 我这里如果有个小体 不要画这么小 这么大好了 有A从这里面 出来 它的Flux 如果都是正的话 就是从这里头出来 有Flux 从这里头 放射出来 被体积来除 就是单位体积 的通量 这个可正可负 如果A是从里头钻出来 那就是正的 如果A都是从外面钻进去 那就是负的 可正可负 但是这个Divergent A 就是说 单位体积的通量 单位体积的通量 那你就看到 这里头有一种量 它是从里头钻出来的 这就是一种好像辐射状 对不对 好像辐射状 你如果有水 钻在一个皮球里面 你把皮球搓很多洞 一挤这个水都挤出来了 辐射状 或者是说 这个向量A 都是往里头钻的 不是出来的 就是往里头钻的 所以它的这种特性 这种向量的特性 它就是辐射状的 辐射状的放出来 或者是向里头集中的 单位体积的总通量 某一点 这是指某一点 某一点 单位体积向量A的总通量 就称为Divergence of A 就叫做A的闪度 如果这个量不是零的话 那就说这个 要不然就是正 要不然它就是负 不是往外拽 就是往里头的 那么因此这种量 这种向量 它是呈辐射状 比如说像我们电厂 你这里有个电荷的话 它的电厂是什么情况 如果点电荷的话 不是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吗 对不对 电厂就是有这种特性 辐射出去的 如果是负电荷的话呢 电厂不就是集中的吗 对不对 所以电厂 它是有这个Divergence of A 不是零 Divergence 1就不是零 这个叫做Divergence of A 就是向量A的通量 这个要记住 现在我们讲到曲面坐标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式子 要用到这个式子 那么我先讲再先 你认识这个 不要到时候又不知道这个 哪里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介绍第二种 第三种 第一种是Gradians 纯量的Gradians 第二个是向量的Divergence 第三个是向量的Curl 旋度 向量的旋度 那现在我们看 有一种向量啊 它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向量啊 性质不一样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向量A啊 它的Divergence 不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向量呢 它是对某一点来说 它是有辐射出去的 可是有的量啊 它的Divergence 有的向量 它的Divergence A等于零耶 但是它是向量 可是它又在一个封闭的面里面啊 又没有Flux 钻出来 那这个向量是到底怎么个 怎么个方式呢 那就像磁场 比如说我有个电流 这样子流的话 磁场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它始终在这里转 对不对 磁力线就是这么一条 像这个样子 磁力线上面的磁场 都是圆着切线方向的 如果我一个体积 一个面 包在这个路径的外面 你说这个磁场 对这个面有没有磁通 没有磁通 它不穿过面啊 对不对 那有一种 就像磁场这样的一种向量 它的Divergence A等于零 可是 它另外有一个 就是Curl A 不是零 什么叫Curl A 我们底下就要介绍 好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空间呢 也是有某一种向量 我们还是拿A来表示 现在A不一定要跟这个A一样了 它分布在这个空间 其他的这个规定 都跟我们刚刚讲的前提一样 它往X轴 Y轴 Y轴 Z轴的正方向 向那A的大小越来越大 往复方向向那A的大小越来越小 它是朝这个 它是跟这个轴 偏的 偏一点 我们现在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好 第一个坐标 作为我们的参考坐标 好 假定 我现在 这个空间有这种向量A的分布 好 我就在这个 YZ平面上面 我画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好 这一边呢 是Y 这个是Y 加DY 那这个是Z 这个是Z加DZ Z加DZ 那么这个 我们假定 这个是A B C D A边 B边 C边 D边 当然这边的长度就是DY了 这边长度就是DZ DZ 好 那现在 我们说 这个向量A 在这个当中 正当中 它的向量是这个向量 A 好 A 好 那么 朝这个方向的投影 这个是A 这个是A的Y Component Y Component 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现在要把这个向量A 因为都有分布 这个上面有没有向量A 也有啊 这有A 这个四个边上面都有向量A 那我现在要问 我现在有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就是向量A 圆着这封闭路径 做限积分 这个值等于多少 这个值等于多少 要问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我们这个路径啊 总共可以分成四段路径 对不对 我把这个写成B 写这里来好了 A B C D 好 我圆路径A 那它就是A DL 这个积分跟这个积分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封闭路径 对不对 这个呢 这个只有这一段 这段有没有封闭啊 所以它没有一个圈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圈圈不是画了好看啊 它是代表 如果是限积分 就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如果是面积分 它就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OK 好 还要加上 还要加上 圆着B面 A dot D L 再加上 圆着C边 A dot D L 再加上 这个 抱歉 我这又画出这个来了 A dot D L D边 四段路径的积分 但是我们现在画的这个不是一个大的矩形 它这边就是小的 这边是DA 这边就是DZ 本来就是小小的 不需要积分了 不需要积分了 于是我们就写 这边它是等于什么呢 A D L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A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A在这个位置的值 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乘上D Y 对不对 乘上D Y 好 那这个地方是A X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多少 朝这个方向是A Y A Y 它越下来是 变大还是变小 变大还是变小 变小嘛 变小要加还是减 减的 对不对 好 你现在要知道 它在这个方向 A Y的变化率 这个是什么方向啊 Z方向啊 所以你现在要知道 A Y 在Z方向的变化率 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知道 它在Z方向的变化率 是多少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是多长啊 二分之 DZ 乘上二分之DZ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好 这是A D L呢 就是这个方向啊 这个是什么方向 D Y啊 D Y啊 第一个积分是这样子的 那第二个积分 第二个积分 是这一边的 我们把这个顺序啊 稍微改一下 我先做A C 然后再做B D 因为A C两个是同上 这样子比较好 我改成重 然后看C 好 C是 A是朝这边 D L朝这边 这个夹角大于90度 对不对 所以到的以后变成负的 好 所以这个就变成负的 好 A 在这个上面的值 是什么 A Y 越往上是越增加 对不对 Parsha A Y Over Partha Z 再乘上二分之DZ 也是D Y 好 这两个一对 然后再看 这一对跟这一对 好 这个 B边 B边的A是朝这里 D Y朝这里 所以它这个角啊 是锐角 所以Cosan C 它是正的 正的 因此它这个就 加上 好 中间是 A Y 中间不是A Y A Z 因为它这个地方 是用A Z A Z 但是 朝这个 A Z是这个地方的分量 这个分量是A Z 这个分量是A Z 但是它要在这里的值 那就是 比A Z要大 然后大多少呢 我们就看A Z 在什么方向变化 这个是什么方向的变化 Y方向 看到在Y方向的变化是多 变化率是多少 从这里到这里呢 从这里到这里呢 二分之 D Y 乘上 总共长度是二分之 D Y 然后 乘上这个 D L 这个D L 是D Z D Z 然后再看 这个 这边呢 是A朝这里 A还是朝这里 现在D L朝下 所以这个角 跟这个角 甲角是几度啊 超过90度 所以它是减的 减的 减的 A Z 好 朝那边就是负的了 这边 partia A Z partia Y 二分之 D Y 乘上 二分之 不是二分之 就是D Z 就是D Z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 加一加 加一加 这四项啊 把它加一加 变成什么呀 你看这个 A Y 正A Y D Y 马上就有一个 负A Y D Y 这就约掉了 对不对 就消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负的 A Y partia A Y partia Z 这是 也是负的 partia A Y partia Z 加起来 不就是两倍 两倍就是DZ 就等于 partia A 这是后面 我们先写 这个是partia A Y partia Z D Y D Z 这两个也是 A Z 乎D Z 负A Z 乎D Z 也约掉了 消掉了 那这两个加倍 它是两倍正的 所以它就变成 partia A Z over partial Y 减掉这个 乎D Z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特点 这个先摆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一个 这个量 这个operator 跟向量A 做一个clause 等于什么东西 就等于两个向量 做YG 我们可以用行列式 来计算 它就变成 好 I J K partia partia X partia partia Y partia over partia Z 然后这个就是 A的X component A的Y component A的Z component 这个行列是 展开就是这个词 把这个乘出来 把这个算出来 它等于什么呢 我可以用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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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等于这个 那我问你 我们这一项是在哪里 这一项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就只有这一项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括弧里头的值 等于curl A的X component 等于curl A的X component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量 把它写成 curl A 这什么component呢 X component X component 那DYDZ是什么 DYDZ是 DYDZ 就是这个面 因为你积分是这么积 面积向量朝哪里啊 面积向量朝哪里 这个方向 这是什么方向啊 X方向 对不对 X方向 所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写成 DAX DAX 那么 我们注明一下 DAX 就等于 DY over DZ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当做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我先写这一项好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写成 Diverging A 向量不要写这个 Dot DAX 向量 这个跟这个一样啊 一样的意思啊 对不对 那 我们再补这个 那 DAX 就等于 DY over DZ 所以啊 curl A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 现在我们 看的这个 这个 我们这里没有标 标示是什么 已经把图画在这里 它是这样子旋转 那就是说 你所按照的这个路径呢 它所围成的面积是 X方向 X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以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写成这样子 其实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啊 写它是朝X方向啊 所以X方向的这个 封闭路径的积分就等于这个 好 好 我现在把这个 写在这里 OK 好 这样子 不是 那 小